庆蓮有限電視是二人錫的推變 恭喜庆蓮 恭喜庆蓮有限電視 關注河川守護 製作二人錫的 蛻變與重生新聞 點出污染危機 並記錄在地力量 推動環境運動 永續經營 獲得曾旭白先生新聞獎的 新一房屋社區營造 與地方創生報導獎 展現地方重生的積極意義 那剛才在畫面中 我們看到二人錫 二人錫看起來畫面很漂亮 但我第一次踏上二人錫的時候 其實它的土壤層 一層土一層IC版 那水邊都是廢棄的電藍線 那即便這樣子 我們在那個社區裡面 我們還是看到很多的在地齊老 很多的專家抉擇 為了環境 為了他們的社區 他們不斷地在努力奔走當中 那也看到有新一代的年輕人 都入了社區的營造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報導 讓更多人能夠知道環境永續的重要 社區營造的重要 曾旭白先生新聞獎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新聞獎 成立以來備受新聞界重視 也有許多企業加入 中加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也偵設媒體素養獎 提供給製作出優秀媒體素養作品的新聞從業人員 推廣求真的媒體時代 現在可能AI生成的這個文字內容 影音突變的 不僅真講難辨 有的時候甚至它的傳播速度 比我們正規的新聞來得還快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媒體素養 已經變成一個全民必要的基礎教育 所以我們跟曾旭白新聞獎基金會共同設立了這個媒體素養的獎項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個也是全台灣第一個為新聞工作者設立的這個媒體素養獎項 其實我們最希望是能夠期待更多的媒體同業 能夠一同參與一同來關心台灣這個媒體素養的這個提升 我們有更多越來越多複雜的 更多的一種傳播的形式的 甚至網路上的一種傳播方式 所以在這種情侶之下 曾旭白先生新聞獎也廣邀一間企業的 大家也熱心公益的 願意來支持的 大家廣邀大家來就是提供各種新聞獎項 來讓第一線媒體的工作者 他們有更多的精神的支持力量 那今年我們收到了作品非常多 其實每年都是創新高 我看了一下 我們有收到445件的作品 那入圍總共只有38件 所以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那每年我都會把這些作品 留來當我的教材 然後在座有一些是我教過的學生 然後我們不僅在學校學習 這些優秀的作品的技巧 然後我們也看著優秀記者的身影 然後學習大家認真工作的態度 得到非常好的啟發 素有台灣新聞界普利茲獎 美育的曾旭白先生新聞獎 最初設立的公共服務報導獎 產陽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基本要素 並持維護公共利益 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力 參賽作品也呈現當代多元新聞面貌 協助讀者解讀複雜的新聞議題 獨棟大環境的趨勢與影響 記者汪泳君 台北報導 貴心配合 防索和歌 Age 飛行 水管 Benim 珍名 天 少廷 奇怪 龍 好 天 太陽 味 走 吐 Inc. 少廷